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機能開始下降,很多疾病也會找上門 其中退化性關節炎就是其中一種 但很多長輩會以為關節退化就不能運動 不過醫師打破迷思 維持輕度運動習慣,像是快走或是打太極 反而是能有效的來緩解關節不適 走沒幾步路,膝蓋就開始疼痛 這可能是關節開始退化的危機 根據衛福部的統計,全台大約有350萬人有退化性關節炎 而且58歲以上的長輩當中,每5人就有一人飽受關節退化之苦 顧名思義退化,所以大部分都發生在年紀比較大的長者身上 因為就像機器一樣,使用久了之後就會有退化的問題發生 另外在統計上面來講,女生比男生發生的比例還要高 不過這個目前原因還不是很確定,它有一部分遺傳的因子 另外就是說,如果體重比較重,肥胖也是一個危險因子 這也跟生活型態有關,像是長期搬重物,對膝蓋造成負擔 醫師說,許多患者會以為罹患退化性關節炎就不能運動 但其實這是錯誤的觀念 膝關節除了關節軟骨之外,它還有旁邊的韌帶跟肌肉 那其實你不去動,肌肉越來越無力,那其實是讓你的症狀越來越嚴重 那我們如果有適度的運動的話,那其實讓膝蓋旁邊的肌肉比較強壯 那其實就像是一個天然呼吸一樣 醫師就分享了一個簡單的訓練動作 在家看電視,坐著就能完成 把自己的腿抬起來,然後撐住 大概我們可以數到5秒鐘或是到10秒鐘 你會感覺自己這邊大腿的力量在處理 這是訓練我們的股四頭肌 然後休息之後,然後換另外一隻腳 以食下為一組,一天可以做1到3組 另外,游泳、騎腳踏車、打太極拳還有快走 也都是退化性關節炎患者可以嘗試的運動 要預防及減緩疼痛沒有特效藥 維持良好的運動習慣才是主要解方